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京戏 下围棋 捏泥人 滚铁环 继续看 当鞦韆 弹钢琴 画图画 滑滑梯 如果你都读对了 给自己竖一个赞美的大拇指吧 这些词语里面的生字 你还会读吗 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 捏 泥 滚 弹 铁 环 钢 滑 琴 荡 踢 胡老师知道 同学们除了喜欢玩游戏 还特别喜欢玩玩具呢 上节课后 同学们都按照胡老师的要求 准备好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看 同学们把自己喜欢的玩具都带来了 让我们一起大声地喊出它们的名字吧 七桥板 篮球 赛车 玩具熊 风车 陀螺 拼图 木马 魔方 这么多有意思的玩具 你最喜欢哪个玩具呢 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我最喜欢玩具熊了 毛茸茸的太可爱了 我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打篮球 运动让我们健康成长 七桥板和拼图我都喜欢 这些玩具能锻炼我的思维 我的脑筋越来越灵活了 胡老师听出来了 你们真是特别的喜欢玩具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玩具城堡 他就给了我们一张玩具征集令 快来读一读 玩具城堡 急需大量有趣的玩具 进行玩具总动员的评比 你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 它好玩在哪 快快为你的玩具投稿报名吧 这是要做什么呀 我知道了游乐园要征集玩具呢 我们可以报名介绍我们喜欢的玩具 还能评奖呢 我还知道了评奖的标准是要说自己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是什么样子 好玩在哪 不是要说出来呢 是要写下来投稿才能评奖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思考的呢 这就是我们的征集标准 要说出你最喜爱的玩具是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的 它好玩在哪里 同学们都来积极投稿吧 看看谁的玩具能够入选 想要入选评奖就得听你的推荐了 快快拿出你的玩具来试着说一说吧 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同学的介绍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一只可爱的小熊 它有一个圆圆的脑袋和胖乎乎的身体 它的脖子上还记着一根白色的蝴蝶结 可漂亮了 它的眼睛又黑又圆 脸脸的好像会说话 小脸蛋红扑扑的非常可爱 听完这位同学的介绍 请你根据我们的征集标准来想一想 这位同学的玩具能够入选吗 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评价 这位同学介绍了他喜欢的玩具是一只小熊 还说清楚了玩具熊的形状和颜色 如果还能说清这个玩具好玩在哪 就更好了 听了学习伙伴的建议 请你拿着自己的玩具再试着练习说一说吧 我们接着来听下一位同学的介绍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魔方 它是由一个个小的彩色正方体 组成的一个大正方体 通过用手旋转它的身体扭来扭去的 放了学我总会跟好朋友一起比赛转魔方 看谁能尽快的把打乱的图案还原 一开始我总是转得很慢 通过不断的练习 我还原图案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甚至都能超过我的好朋友了 这位同学道玩具能够入选吗 听听学习伙伴的评价 这位同学不仅把自己玩具的样子介绍得很详细 我们还能感受到这个玩具 给它和伙伴们都带来了快乐呢 就像这位学习伙伴说的一样 有意思的玩具还能拉近你和小伙伴之间的距离呢 请你学着这位学习伙伴的样子 也把自己喜欢的玩具 讲给你周围的家人听一听吧 接着我们再来听下一位同学的介绍 有一次爸爸妈妈带我到商场里玩 我在玩具柜台看见了越野车 我真是又好奇又喜欢 爸爸妈妈把越野车送给了我 它是由遥控器控制的越野车 它全身都是黑色的 在车身和车轮之间有一个弹簧 爸爸说这是减震器 可以让车身更加稳定 它的四个车轮都非常的大 车身和地面距离非常的高 这样它的越野能力会更强 我觉得越野车很有动力 很有力量 根据我们的征集标准 你一定听出来了 这位同学不仅介绍了自己喜爱的玩具 是越野车 说出了越野车的样子 还说出了它的好玩在哪 那么同学还介绍了它的来历 同学们 请你准备好自己的玩具 也来投稿报名吧 当我们要把它写下来的时候 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胡老师也带来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听一听我的介绍吧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鸡毛剑子 这是教师节的时候 学校给老师的礼物 鸡毛剑子有一根短短的管子 里面插着几根彩色的鸡毛 踢起来羽毛翻飞 漂亮极了 我有时和同学们合作踢 有时自己踢 都很有意思 我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踢剑子的时光 请你仔细看胡老师的介绍 你有什么发现呢 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介绍 老师写清了喜欢的玩具是鸡毛剑子 老师把玩具的来历 样子写清楚了 有一根短短的管子 管子里插着几根彩色的鸡毛 老师写了剑子的好玩在哪 无论是自己踢 还是和同学们合作踢剑 都很有意思 同学们都知道了内容的要求 那么写话时 格式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请你再仔细观察 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为了写清楚 我们需要把文字写在方格内 每个字占一个格 我发现段落的开头要空两个格 不仅每个字要占一个格 每个标点要占一个格呢 同学们 你们一定也发现了 这个标点没有写在方格内 胡老师要提示你 这样的标点不能写在第一格 这样的标点 我们要写在前一个字的 右下方 与前一个字写在同一个方格内 现在我们知道了内容和格式的要求 就动笔一起写一写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吧 写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握笔和写字姿势呀 你瞧 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自己的玩具去投稿了 请你认真的读一读他的介绍 看看他的玩具能不能入选呢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风火轮中的一辆小赛车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它的颜色是红色的 车身是流线型的 有四个发光的车轮 背后还有一个尾翼 看起来很酷 所以我喜欢它 我们都知道 在写玩具的时候 要写清你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玩在哪里 请你根据这样的争选标准 来看一看 这位同学的玩具能够入选吗 来听一听 学习伙伴的评价吧 在书写时 他注意了开头空格 每个标点也都占一个格 这位同学能写清玩具是小赛车 介绍了赛车的颜色 形状 它很棒 但是他没有写出玩具好玩在哪 需要改正 同学们 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呢 其实呀 每一个玩具都有它好玩的地方 只有把这个说清楚了 其他的同学才能更好地了解你的玩具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同学的介绍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积木 从小我就开始搭积木 我搭里有医院 警察局 消防局 城堡等等各种各样的模型 我的积木可以组成我喜欢的模型 它可是个百变达人 我特别喜欢它 你们喜欢什么玩具呢 请你再根据我们的争选标准 看一看 这位同学的玩具能够入选吗 继续来听学习伙伴的评价吧 在格式方面 这位同学能注意开头控两格 标点也都占一个格 这位同学能写清喜欢的玩具是积木 介绍了积木好玩在哪 不过他没有介绍清楚积木的样子 这位同学没有说清积木的样子 那他应该怎样改正呢 听听听学习小伙伴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介绍积木的样子 火火兔有两个又长又软的耳朵 一张圆圆的脸上 有两只圆圆的眼睛和酒窝 身上穿了件粉红色的衣服 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 我经常在写完作业后 听火火兔讲故事 他已经陪伴我近七年的时间了 我爱火火兔 根据我们的争选标准 我们知道要说清楚 你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的 它好玩在哪里 在格式方面 我们也要注意开头要控格 每个标点占一个格 那这位同学的玩具能够入选吗 听一听学习伙伴的评价吧 这位同学喜欢的玩具是火火兔 介绍了它的样子 好玩在哪 在书写时 这位同学开头控了两个格 但有的标点没有写在方格里 同学们 你们看 在介绍自己的玩具时 在内容方面 我们需要说清楚 玩具是什么 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它好玩在哪里 格式也要写正确呀 经过同学们的积极投稿 有的同学都已经收到了玩具入选的通知了 玩具城堡布置好了 同学们可以到里面痛快地玩耍了 在今天的学习中 同学们知道了我们在介绍自己的玩具时 要写清你最喜爱的玩具是什么 它是什么样子的 它好玩在哪里 在格式方面我们也要注意 要把字写在方格纸上 标点符号也要沾一格 今天这节课 同学们不仅学会了写话 还成功地把自己喜欢的玩具 展示在玩具城堡中了呢 你们可真了不起 下课后 同学们可以继续投稿 写一写你自己喜欢的其他玩具 争取也能入选哦 下节课 我们将开始学习第四单元 单元主题是家乡 同学们在课前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预习 为下节课做好准备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